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在犹大王亚哈斯一步一步走向败王的过程里面 他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错的 但是在他周围的许多的人 在他做错误的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上 为主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你的老板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有没有站在你的位置上去说该说的话 我们对于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 甚至我的家族 或者是教会 如果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一些人在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 该做事的时候不做事 有一天整个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拜完了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来承担这个后果 我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像昨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祭司乌利亚 在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 以至于整个国家拜王的时候 他也在那个拜王里面有份 他是一个祭司 当亚哈斯王把那个外邦的祭坛 带回引进到自己国家的时候 作为一个祭司 你是主持献祭的人 国王把一个外邦的祭坛引进来 你不但不说话 你还率先地把那个祭坛做出来 然后使得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拜王了 这是谁的责任 当然是亚哈斯的责任 但是乌利亚站在那个关键的位置上 一个祭司的位置上 难道没有责任吗 我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旧约圣经里面会看到 有三种人是被暗立 是被高立的 一个是祭司 一个是先知 一个是君王 君王是一个地上的权柄 而祭司和先知都带着属天的权柄 乌利亚可不可以说 我没办法 我会他管 他是国王 所以他说了 反正我就只能做 是 但是属地的权柄 当然很大 他是国王 他说了算 他是老板 他说了算 他是在教会里面 那个负责的人 他说了算 他是这个城市国家里面 那个掌权的人 他说了算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我们是带着属天的权柄 昨天和你说 在新约圣经里面 彼得书记里面讲到说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那个君尊是带着权柄的 有权柄的 一个属天的祭司 在一个属天的祭司里面 我们有属天的权柄 所以该说话的时候 我们必须站起来说话 以至于我们说了 结果如何是神的事 但是至少站在我的位置上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 说了我该说的话 我再说 也许在属地的权柄上 我是家里面最小的 我是公司里面的一个最基层的 我在教会里面 只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我只是一个小老 平凡的小老百姓 在属地的权柄 也许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权柄 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知道 我们有属天的权柄 站在该说话的时刻 要站起来为真理说话 我还是说 结果如何 那是主的事 但是我们说了该说的 愿主的旨意成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